接着继续带你来看到 代表胖乌本则是针对106年的墙台 将吉拉米带附近的木瓜山段浓入冲刷回损 而到现在迟迟没有处理以及改善 要求公所前往离界并且尽快修复完成 福利乡代表会定期大会上代表胖乌本则是针对106年的墙台 将吉拉米带附近的木瓜山段浓入冲刷回损 到现在迟迟没有处理以及改善 要求公所前往了解并且尽快修复完成 他们现在要把这条农路封掉 它一封掉的话就变成说 底下这边所有的那个居民就没办法去跟做了 是 他说要求我们乡公所说重新修复这一条农路 另外乡公所则是回应 有些部落居民说明这不是农路 不过会后会向水土保质局来评估 为主山坡地保留区 未来要修复必须花费庞大的经费 这部分会再来做讨论以及整理 不是我们正统的农路 那个只是我们跟我们一般民众借的变大 那这部分我会后我会把这个案子 呈给我们的水土保质局 因为这个地区它是属于上坡地保抑区 那上坡地保抑区我们要称转给县政府 由县政府的农工科 然后称转给我们水保分数 帕务本则是要求公所能够用心 因为居民表示边坡已经下滑 可以往内移 如果有涉及到头目用地 不用担心因为部落的族人会签同意书 目的就是希望公所能够尽快来处理 记者高松双福利箱采访报道